好 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上节课说了 这节课我们用一个比较复杂的例子 来看一下函数传递到SUB里面 到底有什么具体的作用 好 假如说我这里有一个字符串S 我们可以看到字符串S 是由一系列的字母和数字混合在一起的 我现在要求你编写一个功能 这个功能需要实现对字符串的一个替换 那么替换的规则是什么 找出字符串里面的所有的数字 然后凡是这个数字是大于等于6的 那么你要把这个数字全部统一替换成9 数字9 而如果是小于6的话 这样的一系列的数字全部替换为0 好 我们先不讨论循环的这种情况 我当然知道循环这样一个字符串 然后一个一个字符取出来做比较 也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我们现在先用正值短暂式的SUB函数 来看一下如何实现 首先第一步是匹配 你要找到这样一个数字 而把这样一个字符给过滤掉 所以说我们说过了 -d 是可以帮助我们找到这样的一个字符的 不是找到这个字符 是找到这样一个数字 -d 好 那么返斜-d 将依次的找出这个字符串s里面所有的数字 每找出一个数字 它将掉于我们convert函数一次 好 然后我们就可以在convert函数里面 拿到我们刚刚所看到的那样的一个对象 我们还是通过对象的这样的一个 跟group方法 group方法拿到具体的数字 然后我们就可以来做这样一个判断了 怎么判断呢 如果被匹配的这样一个数字 刚刚说的是多少 大于等于6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统一呢 return多少 9对不对 好 那么否则的话呢 我们呢 return这样的一个0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样的一个最终的结果 不好意思 C15点P1 好 这里会报错对不对 为什么会报错 虽然我们说啊 这样的一个8呢 是一个数字 但是呢 在Path里面实质上 目前来说这个数字呢 只是我们看到它是一个数字 但是呢 本身来讲的话呢 这个数字呢 是以支付串的形式呢 存储的啊 所以说这个地方啊 我们需要呢把它转型一下 好 我们把一个支付串 转换成一个数字的话呢 可以啊 尝试使用int 好 然后呢 我们再运行一下 哎 还是报错了 看一下 好 那么这里报错的原因是什么 爆错的原因在于啊 你不能够直接啊 把这样一个整形的数字返回回去啊 因为呢 我们呢 是这样的一个正值表达室啊 它只能操作这样一个支付串啊 你如果直接把这个整形的数字 就能传回去呢 这是不对的啊 我们需要啊 把这个啊 数字呢 变成这样一个支付串 然后呢 再传回去 好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啊 好 这样呢 就实现了我们的这样一个要求啊 最终打印出来了 我们核对一下啊 8被转换成了9 没问题 因为8是大于6的 好 3呢 变成了0 好 7变成9 2变成0 好 没问题啊 一切呢 都是按照我们的逻辑啊 最终得出来的结果 好 那么从这个事例里面啊 大家呢 可以想一下啊 如果我们没有这样一个函数的方式呢 来解决我们的逻辑问题啊 虽然我们这个逻辑非常简单 就是个ifl字啊 但是呢 它也是一个逻辑啊 那么你 你能不能够啊 把这个逻辑啊 写到这个sub里面来呢 不能写进来啊 所以说呢 假如说你的逻辑更加复杂啊 并不仅仅的是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啊 简单的规则的话啊 那么这个convert函数的作用呢 就变得更加的大了啊 好 那么现在呢 我相信大家啊 已经理解了这个convert函数的一个作用了啊 但是呢 我要是 我现在呢 要讲的啊 是从一个软件设计的角度啊 来阐述一下啊 convert函数的作用和意义啊 好 那么一个函数啊 它接受另外一个函数作为参数啊 在我们软件设计上面呢 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思想啊 这样做的一个用处是什么呢 就是啊 我作为啊 假如说呢 我作为这个sub函数的编写方 有一些逻辑啊 我是无法帮助你去做决定的 我是无法帮助调用方去做决定的 所以说呢 我需要啊 给你开放一个接口 让你自己啊 去实现一些逻辑功能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要求你给我传入一个函数 我把你的函数啊 作为参数接收了之后啊 我呢 就会啊 在我的sub函数内部来调用你的convert 好 那么我调用你的convert的时候呢 我会给你一个中间的结果啊 就是这个venu啊 好 那么至于说你要如何处理这个venu的话呢 我不管 随便你怎么传 随便你怎么处理 但是最终呢 你要还给我一个啊 字符串 也就是说呢 我不管啊 你怎么处理啊 反正呢 我给了你一个这样的一个字符串 你还会给我一个字符串就可以了啊 至于说这个字符串 你想怎么处理 那是你的事情啊 那么所以说呢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样那种设计方式呢 是非常的灵活的啊 好 所以说呢 有时候啊 我们通过学习啊 Python的一些函数设计呢 对我们来说的话呢 也是非常有启发的啊 像这样的一种 接收一个函数作为参数的方式啊 我们能不能把它用到我们自己啊 去编写函数的时候 来模仿一下这样的一种做法呢 这个呢 就是我们所学习的一个点啊 学习呢 绝对不是说啊 我们只是呢 听课程就要学习啊 那么其实呢 我们时时刻刻分分秒秒啊 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的 这样的一个啊 标准的函数库啊 看看它的设计模式 它的设计方式 它为什么这么设计啊 那么这样呢 也是可以学到很多的啊 好 那么最后呢 还是关于这个Fall循环的问题啊 我们说了啊 像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你确实呢 可以通过Fall循环来解决啊 但是问题在于什么呢 问题呢 在于呢 我们这个事例呢 还是比较简单的啊 我们只是匹配了一个数字 对不对 因为我们只是匹配了单一的字符 所以说你确实呢 可以用Fall循环啊 一个一个字符 一个字符 一个字符的找到 然后呢 判断啊 它是不是数字 如果是数字呢 判断它是不是小 是不是啊 大约等于6的啊 等等 这样一系列的逻辑啊 但是假如说呢 我这里的匹配不是这么简单呢 我是非常复杂的一个啊 非常模糊的一个匹配呢 那么这个时候 恐怕你用Fall循环 就不是很好实现了啊 好 比如说呢 我刚随手啊 对这个S做了一个更改啊 那么现在呢 我的这个更改呢 就是啊 有时候呢 是两个数字连在一起的啊 比如说像这个83 然后是这个72啊 那么有时候呢 又只有一个数字 好 那么我现在呢 匹配规则变得更加复杂了 我现在不让 我现在呢 让你啊 把所有的单个的这样一个数字呢 都给它剔除掉 然后呢 我需要你啊 以两位数字啊 为一个整数 来做这样一个判断啊 凡是大有50的 全部替换成一半 凡是小于50的 全部替换成零 好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啊 大家想想啊 如果你用Fall循环 来一个一个变力的话 不是说写不出来啊 肯定能写得出来啊 Fall循环那是无比强大的啊 什么都可以写出来 但是你想想啊 它会 它相比于我们的这样的一个 正值匹配来说的话呢 肯定是要复杂很多的啊 好 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本节课的内容呢 就讲到这里了 我们下节课再见